主媽媽們拿著疫苗接種卡 在注射室外準備施打 莫德納疫苗 還滿難打的 對 我打了大概三四架 能夠坐在這裡的媽媽 幾乎都是經過一番波折 還有人氣到一度 想要包車去外地施打 台北的朋友跟我講說 你不在台北打 網路守在前面 就是一直不停的 一直刷新 F5一直不停的按 然後我手機電話 大概一個早上打了50多通 然後都打不進去 每一家專責院所分配到的 莫德納疫苗 幾乎都是一開放就秒殺 整個台中有17700多位的孕婦 目前只打了1800多人 有9成的人還在預約的路上 相較於北高 接受評估之後 孕婦就可以自由到大型的 快打戰施打 但台中只有8家的專責婦產科 其餘都是一般的醫療院所 還得跟民眾搶名額 也難怪幾爆 因為快打戰沒有這方面 這個產婦的特別的一個會診 或者是這些產檢等等 所以我們在快打戰是沒有開放 預約疫苗就像打怪一樣 要經過種種關卡才能成功 孕婦們被搞得筋疲力竭 抱怨連連 在台中綜合報導 下集團 10碼 下集團 下集團